2017年 當我第一次打開薩爾達傳說《礦野之息》 我整整八天沒有踏出家門 只差沒有穿上包大人 然後把食物都打成泥 帶在頭上用喝的 玩玩一輪的時候 我多希望可以跟威爾史密斯 借來那個消除記憶的裝置 讓我重新再體驗一次這個不可思議的作品 沒想到在玩過了《礦野之息》 還有《艾爾登法環》之後 居然還有遊戲能夠讓我找回當初的感動 這就是只有任天堂 能夠超越任天堂的更偉大的作品 薩爾達傳說《王國之類》 大家安,我是安生 這個影片的內容 對於已經玩過的玩家 我想試著探討看看 在玩過《礦野之息》 還有《艾爾登法環》之後 這個遊戲 為什麼還能讓我坐在電視前面 玩到最尖盤快要破裂 到底為什麼能有遊戲做到如此地步 而對於還沒有玩過的玩家 我想讓可能還在猶豫的你 看完直接把遊戲刷下去 甚至還沒有主機的話 也直接去刷一台《Nintendo Switch》 內容的最後一部分 有小小的劇情雷 到時候會再提醒 請安心看下去 先給一個簡單的結論 為了在最少被爆雷的情況 體驗完這個遊戲 我努力用生命拼完第一輪了 因為我實在無法接受遊戲玩一半 就發表心得或是評論感想 這個是我個人的堅持啦 經過將近100個小時的遊玩過程 真的是感動到不知道怎麼形容 在越來越多遊戲走向電影化 也就是幾乎只剩下畫面和音樂有在進步 但本身一點都不好玩的年代 任天堂並沒有忘記自己是在做遊戲 而且是做最簡單、最純粹、最好玩的遊戲 關於這個作品想說的實在太多了 我想先用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來說說這兩座薩爾達的自由 到底跟其他主打自由度高的開放世界遊戲 有哪些本質上的不同 在曠野志祺上市後一陣子 也很多在觀望要不要購買Switch的朋友 問我類似的問題 畢竟當時可以說兩者就是綁在一起的 要入手肯定就是一起買下去 當時我都是回問他們 如果今天你在路上發現一棵樹 你想摘樹上的蘋果 大部分的遊戲中 你要怎麼去得到那顆蘋果 通常有持續在接觸電子遊戲的朋友都會說 大概就是走過去 然後按A或是圈吧 這樣說沒什麼問題 大部分遊戲也確實是這樣 但這只是結果 那過程呢 在這兩座薩爾達 要得到一棵樹上的蘋果 你可以爬樹 爬上去摘 你可以用弓箭射下來 你可以做一把斧頭把樹砍斷 你可以用炸彈把整棵樹炸了 這些方法不就跟現實世界的解法一樣 有著千變萬化的可能嗎 只要你有創意 你想怎麼去取得那顆蘋果都可以 而在薩爾達這個奇幻世界裡 你甚至不用走過去 樹自己就會跑過來追著你打 說到遊戲中的怪物了 也順便舉個例 在薩爾達遇到怪 你可以用傳統的技術流 來個漂亮的招架或閃躲 然後猛烈回擊 可以偷偷摸摸從背後偷襲 可以挑起機器人與波克布林的爭端 讓他們自相殘殺 再來個漁翁得利 也可以丟個混亂果實 然後坐在旁邊等著收割一切 有一個武漢朋友討論時 印象非常深刻的地方 是關於和方塊魔像的戰鬥 這個怪是由一大堆硬邦邦的方塊製作而成 而他的設定是 只有攻擊要害才會損起 也就是全身上下 只有攻擊一顆特殊的方塊是有效的 他看到我的打法說 完全沒有想過可以這樣搞 我都是把要害用救急手吸出來 在這邊正能力可以理解為 類似礦野之奇的磁鐵超能力那樣就對了 等他解體之後 才拿出近戰武器狂尻 他說他都是要嘛拿弓箭遠遠射擊 要嘛想辦法爬上去才拿劍狂奏 我說我從來沒有想過要去接近他 他也說我從來沒有想過可以用手吸他 再舉個例子 在現實世界和電子遊戲都非常重要的元素 火 可以用來照明 可以用來產生熱 讓熱氣球起飛 或是點燃大面積的草地 讓你用滑翔翼飛行 可以用來點燃劍 造成更大的傷害 用冷兵器砍動物會得到肉 用點了火的劍直接射擊 則會得到熟肉 食材放在火邊也會變成熟的 可以點燃植物 一路燃燒讓高處的寶箱掉下來 可以點燃木箱拿到裡面的寶物 可以讓跑來揍你的樹落荒而逃 也可以拿來點燃炸藥 可以提供溫暖前往寒冷的地方 可以用食材阻隔 可以讓冰塊融化 丟到水裡也會熄滅 甚至是如果先被冰起來又被火噴到 那損血可是會加倍的 總之這一切都可以說是 玩家只要基於現實世界的常識和經驗 幾乎不需要學習門檻 很自然而然就能聯想到運用方法 這也是為什麼曠野之奇 這麼打破同溫層的關係吧 分享一下我當時身邊真正發生的事實 我至少推坑超過10個沒有遊戲主機的朋友 在當時直接刷了Switch主機和曠野之奇 只要把手把交給他們10分鐘 他們回家之後都是跟我說 莫名其妙就噴了1萬塊 上次類似現象能達到這種恐怖程度的 我能想到的大概就是Wii的運動 或是首次中文化的動物森友會吧 但不同的是這可是一款3D 使用手把來操作的角色扮演遊戲 並不是Wii Sport那種體感遊戲 也不是動森這種對於手把技術要求 低很多的慢節奏遊戲 其中一個大原因我想就是因為 曠野之奇實在不像很多遊戲 一進去就先用大量文字塞給你 現在這個世界怎麼了發生什麼事 你應該去做什麼 你這個時候按什麼按鈕是幹嘛的 某個時候按下去又是幹嘛幹嘛的 只要學會基本操作 剩下的就只要按照平常你會怎麼做 在遊戲裡也就幾乎能怎麼做 再舉個遊戲初期可以說是新手關卡的挑戰 是玩家要前往寒冷的地方 如果體感太冷就會因為凍傷而損血 這個設定和關卡兩代都有 畢竟應該可以說是要在無形中逼迫玩家思考 也建立在這個世界生存的必要技能 玩家可以選擇尋找保暖衣物之後再前往 也可以採集會帶來溫暖的果實 做成料理之後吃了再上 當然Harko一點 你要硬幹然後狂吃補血的東西 硬跑上去也不是不行 還有非常前期的一部分 是要讓玩家知道 這在王國之類才新增的組裝物件系統 對於從小就喜歡玩樂高 也曾經極度沉迷minecraft的我來說 實在是太大的樂趣了 第一次架著自己拼起來的飛機時 那種翱翔在海拉路的感覺 真的不只是心曠神移 舒爽至極可以形容的 這 欸怎麼沒人跟我說飛機會壞啊 而且任天堂總是安排巧妙 在某個神廟提醒了你 手邊的工具或資源還可以怎麼用 不久的將來就會有實際場景讓你派上用場 而且這中間你甚至經常沒有察覺到 他們教會了玩家什麼 舉一個比較容易發現這件事的例子 在某一個神廟 玩家必須把幾項素材組合在一起 其中一個是可以插在地面或是牆壁裡的裝 藉由這些組合好的素材 讓球反彈解開神廟 而出來神廟之後 你馬上就會發現旁邊的岩石上 居然有個寶箱在非常怪異的位置 而剛從神廟出來的你 馬上就能想通接下來該怎麼做 當然聰明的你也可能還沒走進神廟就發現 花一點時間摸索之後也是能解決 但是任天堂厲害 就厲害在這一切看似出於自由意志的選擇 或是先注意到的東西 其實都是他們精心設計巧妙安排好的 大部分玩家就是會先被神廟抓走注意力 一走出來的視角 才剛好會對上這個不起眼的寶箱 接下來我就試著探討一下 任天堂究竟是怎麼做到這一切 先引用一下製作人清早英二 在開發人員訪談說的話 這篇文章我覺得非常值得一看 連結我會放在下方 有興趣待會也可以連過去看看 他說 在前週的開發結束後 是否能實現 在遊戲通關後的世界遊玩 這個想法成的契機 沒錯 如果你曾經玩過礦野之息 那一進入這個世界 喔不應該說是回到這個世界 一切都看起來就是如此熟悉 遊戲剛開始赤手空拳的狀態 一樣被機器人追著倒 波克布林一樣在礦野上搖頭晃腦 甚至像上一代的磁鐵能力一樣 沒有武器的時候 能高舉東西來砸爛敵人 遊戲說穿了 唯一的目的也和上一代 喔不應該說是任天堂 過去三四十年的遊戲 甚至是超級馬力歐兄弟電影一樣 反正就是三個字能概括一切 你的目標就是救公主 或是救世界 沒了 但就這麼一個老梗到不行 聽起來簡單到不能再簡單的冒險 卻讓全世界無數玩家像中了毒一樣 手把這個東西突然變成了筷子 拿得起放不下 到底是什麼原因 讓這個遊戲如此與眾不同呢 首先關於遊戲引導 在2017年開發者會議 CDDEC上 任一堂自己已經公開了很大一部分 雖然已經很多人用中文做過講解了 不過我還是花一點篇幅 加入自己的語言和理解 以及新的王國之類觀察到的 綜合他們在會議上公開的設計方法 來簡單歸納一下 首先是他們稱之為引力的設計 總監藤玲定義為 能讓玩家在遊玩得到好處 因此吸引他前往的地點 也就是讓玩家有動機主動前往的地方 譬如說到達高塔的話 玩家就能獲得這個區域的地圖資訊 到達神廟的話 玩家就能間接升級星星或是精力 讓自己的角色更強更好用 到達一個驛戰的話 玩家就能休息回血 或是得到關於海拉魯世界的情報 看到狼煙或營地 就會有戰利品或是NPC可以互動 也就是並非某個NPC或是遊戲UI跳出來 告訴你現在該去哪座山上找出哪一把武器 或是去哪個村莊找哪個NPC對話 而是無形中激起了你想得到一點好處的慾望 並且在你得到滿足 也就是到達目的地之前 又產生出了下一個 甚至四五六個引起你興趣的地方 讓你探索的慾望一直在滿足之前 又延綿不絕冒出來 永遠到達不了原本的目的地 經常都是尿個尿回來才驚覺 欸不對啊 我剛剛不是要往東北找神廟嗎 怎麼跑到最西南角落的村莊了 而且就算你六根親近 無視海拉魯城市間的紛紛擾擾 勇往直前到達目的地 實際到達之後的獎勵 也並不是完全可以預測的 不像某些遊戲接到任務的時候 就已經擺明了告訴你可以得到什麼 這兩座薩爾達就算解決了一個敵人的引力 或是花一個小時思考 怎麼得到神廟裡的額外獎勵寶箱 得到的東西有一些真的相當不重要 有些卻會讓你覺得撿到錢 而因為那少數覺得撿到錢的東西 讓你覺得 欸搞不好我下一次也會這麼好運 就像吃轎子的老虎雞 總是在你陪爛快要放棄的時候 讓你得到一點好處 於是你又覺得自己可能下一次也會這麼好運一樣 而且會給你任務的NPC 也都用一種我只是剛好提到的感覺 來跟你分享他所知道的資訊 口吻通常是 如果你會經過的話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之類的 完全不會因為你不去就有什麼損失 去的過程 往往也都會發現更多東西 而你去和不去都不會造成任何壓力 深怕抽過主線故事的內容 和我在星之卡比探索發現提到 以更短的秒數來完成挑戰的機制一樣 得到的回報完全就是心理層面的滿足感 並不是遊戲裡的裝備變強 能力數值變高 這種最淺最直白的回饋而已 我在L&Ring為什麼這麼有冒險感的影片 有引用過相關的心理學實驗 任天堂也運用了類似的方法 來設計這兩款遊戲 有興趣的話可以先去看看再回來 總之因為看到了有興趣的地方 讓玩家感覺到 這是依照自己的自由意志 來選擇前往該處 這個就造就了這遊戲 也充滿了探索和發現的感覺 嗯 對 星之卡比探索發現 也有類似但簡化的設計 這個引力點在不同類型的玩家之間 也會有著不同的優先等級 譬如想要快速把自己角色變強的 可能就會以先去找神廟為第一優先 覺得手邊武器太少實在很沒安全感的 可能矛起來找哪裡有可疑的角落 或是一直忙著把雅哈哈 用各種奇妙的方式運送到他的朋友身邊 而像我這種看到地圖沒開就很不舒服的 遊戲最初就是以鳥望台為第一優先 在玩家這個前往的途中 有些人選擇翻山月頂 有些人選擇繞道而行 這就造成了你問10個玩家 會得到20種遊玩體驗的結果 我自己和身邊的朋友在遊玩過程的前期 也發現真的是討論不出個所以然 因為每個人選的路線都大相徑庭 根本就沒有完全重疊去過一樣的地方 再加上遊戲有昼夜之分 晚上會發光的東西更吸引人眼球 所以玩家先注意到的順序又會不同 又增加了每個人走的路線不一樣的變數 這中間就會不斷發現新的底銀 新的城鎮 新的神廟 或是怪異的石頭鎮 一靠近發現是雅哈哈 然後你根本就忘了自己原本要幹嘛 無論你怎麼選擇路線 總有有趣又吸引人的事物或地點 不斷提供你探索和發現的樂趣 那如果放眼望去 就是那幾根特別突出的高塔或神廟 那路線再怎麼變 也就是那幾種排列組合吧 所以製作團隊用了第二招 場地三角法則 也就是遊戲中大部分的造景 都使用了三角形作為基礎 為什麼是三角形這個形狀 設計師米金表示 三角形形狀的尖端 有著很強的視覺引導效果 因此在山頂或是丘陵的頂部 安置一些獨特的物體或特徵 可以引起人們對該處的興趣和好奇心 而且因為三角形會遮蔽掉一部分的視野 在玩家選擇登頂還是繞過 就已經是不同玩法 而如何登頂和繞過到什麼程度 這個過程又有著無數種變體 造成了剛說的 10個玩家卻有20種玩法的結果 而且更猛的是這整張地圖 並不是靠電腦運算之類的產生出來 而是製作團隊細心打磨推敲的結果 他們進一步提到了三種比例池的概念 分別是距離感、密度、還有所需時間 距離感應該算是比較好理解 也就是目的和目的之間的距離 他們以任天堂所在的京都這個城市 來作為海拉魯世界的大小 接著以在京都的不同物件或地點 出現的數量來作為密度的參考依據 譬如說一平方公里內 大概會遇到多少便利商店 多少油桶 多少名勝古蹟 開發小組就決定了 你在海拉魯遇到怪的頻率 差不多跟現實世界看到油桶一樣的概念 這其實是個很聰明又相對節省成本的做法 畢竟以生活體感為依據 是非常好估算玩家會遇到的頻率是什麼感覺 而且油桶這種公共設施 或是便利商店這種營利單位 肯定也都是經過成本考量計算出來 可以在預算和效益之間取得平衡的 拿來這些當作遊戲設計估算的基準 來調整密度更高或是更低 真的相當聰明又很有帶入感 第三個則是所需時間 也就是你在一個有興趣的點 會待多久的時間 以及這些點之間和周圍移動所需要多久時間 他們把京都的清水寺和其他觀光景點 製作到了遊戲裡去估算這一切 最後得到開發時的數據 大約是大的迷宮40分鐘 小的5到20分鐘 大型挑戰100分鐘 小的20分鐘 我自己的推算對應到最後的遊戲 差不多也就是大範圍的開放區域約40分鐘 小區域例如一個敵鷹或是一個城鎮 又或是這次新增的水井 或發光兔子會帶你去的洞穴 大概需要5到20分鐘 而主線的大型神廟100分鐘 平常常見的小神廟約20分鐘 但這當然每個人的變數是有點大啦 像是有些小神廟想不通就是想不通 自己就是有個奇怪的卡住的點在那邊 而且每個人會卡的都不一樣 我和朋友討論時也有發現 他卡的神廟我明明解過 但一點印象都沒有 因為我當時真的是莫名其妙 根本沒有任何猶豫思考 很直覺就解完所有迷了 也有一些神廟 本身只花了5分鐘 卻花一個小時去思考 怎麼拿到那個其實不一定重要的寶箱 所有的這些都還只是 曠野知識所用到的設計理論而已 當時看到任天堂自己公布這些 都想說那他們自己之後到底要怎麼搞 雖然肯定還是有很多他們沒有講出來的方法 但光是這些就已經足以讓很多遊戲製作團隊學習和借鏡 也讓身為對遊戲設計有興趣的玩家 包含我也是其中一個 終於有一種搞懂自己到底中了什麼技的感覺 沒想到這些理論在王國之類更是發揮到極致 我相信大部分有接著玩過來的玩家 應該都有和我一樣的感覺 在林克往下跳的那一瞬間 真的是整個雞皮疙瘩 因為這一跳 不只是不用像玉天之間那樣需要讀取 也不只是從空中跳到地面 居然還能一路跳到地底 而且這個地底可不是其中一個類似迷宮的大小而已 完全是另一個讓你值得探索的世界 真的是世界啊 是可以單獨作為一整個開放世界遊戲的程度 還沒說到這次的重點 也就是天空上的舞台 雖然看起來相對面積小了很多 但這可是立體的地圖啊 中間還穿插了上面提到的所有設計理論 包含怪要放怎樣的密度 小怪和中型魔王怎麼安排 是讓玩家直接可以連滾帶爬就到達 還是要透過初始學到的特殊能力才能前往 還是要跟關卡內的機關互動解謎呢 到什麼地方又該放個神廟 讓玩家有喘息的空間當作紀錄點 也有哪些是隱藏在關卡之中 即使沒拿到也沒關係 但是找到的話會讓玩家充滿正回饋的寶箱 這種探索的感覺 也從天空一路延伸到了地底的深穴裡 玩過上一代的我原本想說 大概知道這個遊戲想幹嘛了 結果一到地底還真的是傻眼 不說這是薩爾達的話 我還以為是誰把宮崎英高拉到了潤天堂 做出了個放大幾百倍的病存 然後每隻怪還都是詛咒青蛙的變態關卡 而且更猛的是在這裡 簡直就像世紀帝國裡的賢治村民一樣 走到哪裡哪裡才有光 更靠腰的是這個光還燒中幾世 並不是你走過了 世界迷霧就開了 你必須在黑暗中摸索 找到一種密度類似神廟 作用類似鳥望台的東西 才能得到這個小小區域的地圖 在還沒開圖之前 最依賴的東西應該可以說是光亮花 首先這個東西最主要獲得的方法 就是地面上的各種洞窟小關卡 所以在你跑來這之前 探索過越多洞窟迷宮 能夠因為光亮花而帶來的安心感就越高 把上下兩層探索所得到的獎勵 完全綁在一起 絲毫沒有兩層世界是分開運作 或是覺得到底底層光我屁事的感覺 而且更厲害的是 又把這套系統算是跟弓箭連動在了一起 這個東西綁在箭上才射得遠 不綁就只能丟腳鞭 綁了又怕箭會射到完 畢竟弓箭也是遠距離對付怪物最有用的手段之一 完全就是在逼迫玩家做好資源管理 因為這個東西如果丟到完 那真的就是變回黑暗時代 我印象超級深刻 最絕望的一次是想說既然花都丟光了 箭也射完了 乾脆來個頭也不回向前行 遇到懸崖就往下飛 看能不能運氣好 遇到一個點可以開 結果一飛發現最後居然是降落在水裡 而且是黑到要往哪裡游都不知道 最後只好打退堂鼓 飛回地面補充資源 擇日再戰 那如果你也是玩過上一代的玩家 可能會對於非常缺劍這件事印象深刻 這次我覺得任天堂有比較佛心一點 劍的數量算是給的充足很多 我個人是幾乎沒有遇到缺劍 只有一次剛說到的淡鏡圓絕 是我想說今天就毛起來開地底的圖 才真的耗到什麼屁都沒有 如果按照正常流程穿插遊玩 是不太會遇到這種問題的 總之一切的一切 無論是關卡的難度和密度設計 還是簡單卻令人揪心的劇情 汪國之類都讓我覺得 能作為一個活到現在的玩家 實在是太幸福了 不知道看到這的你有沒有發現 我幾乎沒有提到 這是新增變動最大的物件組裝結合系統 放到這邊才講 就是因為我覺得和劇情 或是說整個遊戲的體驗有一點關聯 下面會提到一點點劇情相關的內容 小雷而已 我自己是認為不影響整體遊玩體驗 那如果想把一切驚喜 留給自己白紙一張的狀態去體驗 那現在趕快關掉影片 衝去買主機買遊戲吧 嗯好像沒看過別人這樣一直呼籲關掉影片 因為我實在覺得 很少遊戲能帶給我這種感動 這個把物體結合的系統 真的是有點讓我回到 第一次接觸minecraft的衝擊和樂趣 雖然遊戲機制的本質和魅力 這兩個作品還是差很多很多 但是把東西拼起來 自己創造出了一點什麼 而且真的可以運作的那種感動 給我的體驗是非常接近的 相信有在關注這個遊戲的人 或是有看過預告的人 一定都知道 這是本作的一大特點 網路上也有一大堆神人 做出了各種讓我懷疑 他到底跟我玩的 是不是同一款薩爾達的疑惑 有人幫亞哈哈做了盪鞦韆 有人做了個摩天輪 有人做了看起來超荒謬的巨大獨輪車 有人做了超兇猛的全自動砲台 有人做出了這個 我真的看到的時候有夠傻眼 根本就是鋼彈了吧 而我呢 喔要做個橋 喔要做一艘船 不但要做一艘船 還要做一艘對稱的船 不行不行 我一定要做一個帥氣的飛機 到時候放到影片裡 既深又強嘛 一定是要玩跟福利有關的東西 果然 哼 浮板 浮板誰沒玩過 浮板誰沒玩過 直的按到水底就能衝更高 哼聰明的我 這感覺就是期末考 應該就是黏住然後抓好直擊跳 就會被彈上去 哼聰明的我 阿 欸等一下 萬一福利不夠強 人家好不容易跳上去 結果彈不夠高怎麼辦 最好木板也黏上去 反正有福利的全部都上 靠不對啊 我直接站在木板穿上去不就好 總之你應該懂我的意思 這套系統能玩的實在太多了 任天堂也非常巧妙的 把各種能造出來的機械構造 以點到為止的方式 融入進去的整個故事流程當中 這個看似簡單 就只是把東西黏在一起的系統 真的一點都不簡單 而且像我玩到比較熟之後 都想說能以最少零件去完成目標 但就是會發生各種蠢事 這也是我認為這遊戲 最能讓我覺得和別人不一樣的地方 能玩的東西真的是趨近無限 看了一些網路上的大大門造出來 感覺像是另一個次元的產物 讓我深深感到 這個遊戲唯一缺的 真的就是自己的想像力 看到這你應該已經感覺出來 這款遊戲所擁有的潛力 到底有多強了 遊戲上市畢竟還不到半個月 我想未來三年五年 甚至是更久以後的將來 都還是會有各種更瘋狂 更突破想像力的玩法不斷出現 這是一款我認為 所有人都能找到樂趣的作品 是的 我是說所有人 無論你是男女老少 玩過家用主機的單機遊戲 還是只玩過比較輕量簡單 輕巧的手機遊戲 甚至是一輩子沒有接觸過電子遊戲 相信我 絕對沒有第二個作品 能帶給你同樣充滿探索的冒險感 雖然艾爾等法環給我的體驗 也是一樣充滿整部影片 在強調的冒險感 而且我個人也是覺得 宮崎英高的所有遊戲 都是我拿了白金還玩不夠 覺得整個營造出來的世界 有太多角落值得我反覆去探索 但是相對起來 我認為要推坑 完全沒有接觸過電子遊戲的人 直接買一台PS或是XBOX 並且從零學習 玩遊戲的成本還是高了一點 真的沒有第二個作品 能夠像王國之類一樣了 喔有啦 第二個作品 就是前作《礦野之習》 如果你兩個作品都還沒玩過 我會更建議可以先補一下《礦野之習》 雖然說沒有玩過 就直接玩王國之類 也能得到一樣巨大的愉快體驗 但故事的發展 還有從一張大的平面地圖 也變成超巨大三層無縫立體地圖 這種進步所帶來的感動 如果沒玩過前作 應該就會少一點 先玩王國之類 再回頭去玩《礦野之習》的話 大概也會覺得相對限制多了那麼一些些 所以說沒玩過的 強烈建議兩個作品都要玩 玩過《礦野之習》的 真的沒有什麼好猶豫 這款肯定也能帶給你更突破的感動 真的是只有《任天堂》能夠超越《任天堂》 如果是兩個作品都已經玩完的 或是不怕被雷劇情的 接下來我想用結局 來延伸一段我自己的心得 雖然舊公主的故事結局也就 那樣 但是沒玩過 又想要自己看結局的 差不多可以關掉影片 要來囉 遊戲尾聲 林克就到薩爾達之後 回到了遊戲最初 往下跳進水裡的畫面 這段其實我已經雞皮疙瘩了 這種頭尾呼應的手法真的屢試不爽 就是如此有效 總是能勾起玩家從剛拆開遊戲 到經歷幾十個甚至幾百個小時後的冒險 在腦海裡突然全部閃過 雖然這個結局可以說是有點太過於夢幻到不真實 也覺得甚至有點老梗 但還是滿滿的感動 原本以為遊戲就斷在這了 沒想到還繼續演下去 薩達醒來說 我原本一直沉睡著 直到我被一股非常巨大並溫暖的東西包裹住 才醒了過來 謝謝各位 我在遙遠的過去 遇見了形形色色的人 我有好多話想對你說 我回來了 林克 這這這 我 我真的是看到眼眶紅 即使是在寫文案在剪影片的時候 又想到這段還是雞皮疙瘩 請容許我個人過度解讀一下 前面那段彷彿是站在玩家的角度說 原本我那份充滿純粹玩樂的心一直沉睡著 覺得沒有什麼遊戲能夠帶給我這種感動了 直到我被世界有夠巨大 又充滿溫度的曠野之旗和王國之類包裹住 喚醒了小時候玩遊戲那種一邊摸索 一邊和朋友討論進度 交換自己發現了什麼新東西 找到了什麼怪玩法的感動 才醒了過來 原來也還有作品能夠喚醒我對於冒險的熱忱 後半仿佛是任天堂再對玩家說 我在遙遠的過去 就開始創造了形形色色 各種林克與薩爾達的冒險 但我沒有忘記最初薩爾達傳說 要帶給玩家的感受 我有好多話想對你說 這一切都在王國之類裡了 我 以電子遊戲的作品們 帶給玩家最純粹快樂的任天堂 又回來了 我很好奇大家是玩到什麼地方 覺得再次掉進這個海拉魯世界 你是兩個作品都玩過 還是直接玩王國之類呢? 歡迎留言分享一下 我是安神 下個遊戲見